早安同志 呃 刚刚最洗了把脸 呃 待会要去全联买个豆腐之类的 因为 我给你们分享 我昨天在记账的时候 发现我少算一笔瓦斯费 所以我这两天的生活费就是从大概三十百 就这样成一百四十块 一百四十三块左右 我还是搞不懂 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穷啦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自虐心事 我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想说 哦 我觉得会想要试试看 就是用我现在钱包的钱 活过这一周 今天就是这个挑战的到十二天 所以我现在一百多块 然后我昨天在想说 是呀 那我要怎么活过这两天呢 然后我就想到 蒸华豆腐十五块一盒 然后呢 再配上我原本就有的玉米罐头 再加上我冰箱里面的酱油 应该是可以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想好 我今天要穿什么了 穿裤子 衣服 然后袜子 我连我饰品 要搭什么 我都已经想好了 非常的方便 我现在只要无脑的 全部把这些东西套在身上 然后出门就好 还要化妆啦 最近把我的早餐叫做米色和泥土 我刚刚忘记先加蛋白粉再加豆浆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呢 我不管 我还是要喝 其实喝到一半 发现自己快要没时间去超市了 这八百的火匿 我觉得自己 降回了一些 这八百的火影 第二位時間 就午餐 各位 豆腐加蒟蒻加玉米加醬油 我每次吃這個我朋友都會對我投以同情的眼光 然後一副覺得你是不是在取噴的樣子 但是我其實覺得那蠻好吃的 我也是沒有辦法欸 全功達正 我剛剛爆跑大概五分鐘 我也是 我剛才從雄雲 欸我從Jerry再就開始爆衝了 然後而且我明明是十點課 就明明就沒有很晚 但是還是可以快遲到 What 這有多嗎 550分 我550分 我早有衝 我們等一下要上課要上 基礎影音製作 我覺得大家可以要死 喔好 我們現在兩天那麼近 是因為我非常怕拍到其他同學的臉 我們要尊重大家的隱私權 我盡力了我盡全力了 同學們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跟基礎影音討論 我們下午的功課要拍什麼 他們現在去買午餐 剛剛我自己有帶我的便當 可是我剛打開便當的時候發現 我放了一個早上 它看起來更糟糕了 我的天啊 兩個都碰著可以 我也不知道是誰給誰 還是你要接 還是妳要接 還是妳是手準備的 我覺得可以就是 差不多這樣 這樣的感覺 喔我在妳 到一半 那我就在感覺 動作的是抓拍的感覺 但我們這組的風格比較偏向 能做多好 只有他媽做得多好 絕不妥協 對但這樣會花很多精力 早上休息 現在已經快要拒絕了 我們剛剛拍完了第一張 可惜可喝 精彩小畫家 這是我們的風景 同學我剛剛走出來教學的時候 有一個人問我要不要填問卷 就走過來 然後 他說欸 同學妳 看起來怎麼那麼累 認真地關心我欸 他說 啊妳怎麼了 妳還好嗎 他的工作不是要請人寫問卷嗎 所以他就問我幾個問題 然後他只問了大概兩個問題 簡單的問題 然後他說 算同學我不打擾妳妳知道嗎 妳還是妳先去休息吧 不打擾妳 拜拜 後來就走掉了 今天早上運動完超餓 所以 非常豐富的一餐 三小時過後 我現在還困在 我修著課要讀的文本裡面 達到一種讀了很久 但是好像什麼都沒有讀進去的感覺 啊那那個複雜誌 就是他本文只有小小一段 可是他注釋給的超多 然後也寫得很炫 那光是其中一個注釋 就是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了 大概兩夜半左右 多到感覺靈魂快被抽乾了 算說呢本人的抗戰精神是 滿有熱情的想要把這個給一次幹完 但是我們等一下要上英文課 然後現在36分 如果等一下不去睡午覺的話 那我下午就會死得很慘 我會困死 所以我打算先過去教室 睡個覺 掰掰 那天的心態就是 我要用一個鋼鐵一般的心智 來對待這本書 雖然我大概十分鐘 才有辦法翻到下一頁 但是 對 今天 就是一直在讀視覺 然後讀完之後呢 又讀國文課的東西 想到說 我的必修課 才有比較整理 然後必修課的比例整理完呢 又想說 我必修課呢 還有一個簡報要讀 大學好像沒想像中那麼好玩 我現在是11點 剛讀完 我這個人呢 讀書就是秉持著一個 感覺一來我就會暴讀一堆 今天其實 距離我們考試可能還有 不知道 一個月吧 所以我就是想說 啊隨便啊 反正就是讀一讀嘛 認真一下我不會怎樣 現在是早上7點 到今天大概5點50的時候 就起來了 不像我高中有段時間 竟然也是每天這時候起來 我就覺得非常的敬佩自己 你知道嗎 辛苦了各位高中生 今天早餐是我剛剛煎的蛋 還有一坨菇 還有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塞 我只是從冰箱挖出了 最後一個看起來 綠色健康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丟到炒鍋裡面 然後我跟你們說 我最近修了一堂課 那堂課老師就有講到一句話 像你看我們花好幾萬去買 一支手機 或者是一台筆電 我發現就是電子產品之類的 可是我們花那麼多的錢 全部都拿去觀看垃圾的內容 然後我聽到這句話 就覺得 啊這我 所以我等一下呢 要來看必修課的參考文本 然後搭配我的健康 但超大份的早餐 因為我很餓 下個瞬間完全不同造型 回來 那個 文餐去了 維尼講過 那個文竹大學的精緻度 基本上就是害我 不太敢太窮 so 我現在講這樣 然後 正在做家事 就是我原沒有跟別人約要去圖書館 我還跟他說 我應該 九點就到了吧 哈哈 現在九點四十五我還在這邊曬衣服 但是反正他說他十點才要到 所以應該也是沒關係 不然 不然你們來陪我遮你衣服好了 我覺得有壞處就是 一定要花一點時間來做家事 不然有一天 就在就會變得跟住我一樣 然後你就會想 幹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生活空間開起來如此的可悲 對 搞心啦 這是那個 熊孩子第一視角 可能是屁眼的視角喔 快點 快點 我媽以前都弄打人 今天後來你們會發現我們學校 竟然還有一個草原 甚至還很漂亮 那邊有夕陽 我跟你們說我今天下午超好玩的 過玩客上完之後呢 我同班同學說他要去幫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去幫忙拍他們 機影的作業 那我那時候聽到 我就忽然間秀牛魂爆發 我想說 還是我去超熱鬧啊 然後我就去超熱鬧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跑去 政大有一個叫大草原的地方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學校大草原 而且我們學校有一個地方就是安久 就我一直覺得我終於一天要去那個地方 但我一直沒有去 結果沒想到今天就去了 其實我只是要去上廁所 有人說他可以載我去宿舍 然後我想到 說什麼就是安久嗎 那安久不就有那一間我一直很想試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上山去試的飲料店嗎 然後我就去試了 那個飲料店 超好喝 嗯 這杯飲料真是慶乾了沒條 然後我就覺得好幸福喔 因為今天大草原間其實很好 我覺得那是新朋友 而且飲料很好喝 雖然說我很很想那時候拍Vlog 但是你知道就是大家多認識 我不想要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開始對著我的手機自不自的講話 看起來有點 因為令人不以置評 因為令人不以置評 然後我等一下要跟朋友拿著我們的水壺 水壺嗎 大瓶子 去教學道投水 雖然說是投水 但其實我覺得那算在我的學費裡面 然後我覺得其實我去那邊裝個水也是還好啦 謝謝 謝謝謝謝動物流教學 我去學妹扛著一整個行李上去上課 書籍的一頁一頁的這個內容 那你在翻閱一頁的時候 你事實上可能就已經去像是剛剛這個 好 來了來了 我只是做一樣 等一下你不要動喔 試一下 好 還沒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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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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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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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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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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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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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1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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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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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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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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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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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就覺得妳青春無敵 好 我青春無敵 我今年18歲 那這隻手幫我記住 今年18歲 那我先要試試看拿包裝的 好 我今年18歲 喔不怕 我的手好張喔 我給他活力 妳太有活力了 完工 風衣缺衣生 我都沒有亂的 他們還在玩攝影 我常在哪呢 我還在那個飯學子家 然後我們等一下上課也不能吃飯 也不能錄影 然後差不多不能做 下個鏡頭就也沒看到我晚上的時候 在非常悲催的是我的日子 公路旅行 公路旅行 這個進去會不會走 對 只是用走的 我覺得很適合公路旅行 妳這樣會害她被扳拋 對 欸對欸 笑死 好 好消息 我只是有10分鐘可以吃飯 壞消息她吃起來有股飯臭味 所以呢 我一樣我們就是包包的度過一個下午 或者就是在廁所裡面衝 現在上完課把行李箱拿回來放 然後我等一下本來想說要去圖書寡啊 解個片或者是解個作業之類 但是想想 你知道我們山上的那個宿舍食堂 有一些可以自習的地方 我個人的興趣就是三步時換一下做真實的地點 所以一點必要興奮沒有 但我還是想這麼做 不然每次都去圖書館非常無聊 所以我等一下要去山上繼續捲 我們上一堂股我看到捏黏圖 結果我看到 我同學捏的黏圖被放在這邊 笑死 這支舞蹈有播出去之後 你們可能會發現我房間越來越亂了 因為真的有點累 有點忙 然後大家計劃就去洗澡 然後能把我的生餐生飯 拿包到我的便當合一面 接著去吹頭髮 然後就去床上死個八個小時 再來洗床 大精神 來跟各位進行一些最後的 也不是說最後好像我要退休一樣 什麼的疫苗 呃跟各位做告別 謝謝各位的觀看 以上就是這次的Vlog 喜歡的話請按讚訂閱 可以不用分享 因為我想不知道這支影片 有什麼我分享的意義 什麼在此 就只是一支日常Vlog 好的 如果你要分享也是ok好嗎 我會直接私訊你 然後跟你說我很感謝你的分享 謝謝大家 再見 再見